Main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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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好 歡迎來到第五個部分 我們將介紹如何用MainLab 來實作我們的 IR 濾波器 然後我這邊同樣用同樣的例子來說明 假設我們的輸入訊號 是有三個不同頻率所組成的輸入訊號 然後我們分別是用200Hz 300Hz 500Hz 來組成我們的輸入訊號 現在 我們要用MainLab 來實現Bath Wars 這樣的 IR 濾波器 好 那在實作之前 我們必須敘述我們濾波器的規格 我們必須要設計一個低通濾波器 它的取樣頻率是1024Hz 它的通過頻率是250Hz 它的通過頻帶的鏈波RP是-3dB 它的截止頻率Ws是500Hz 它的截止頻帶的響應大小是-50dB 好 那我們在用MainLab的時候 我們主要是用這個指令 分別把這些 係數 這些規格 輸入到這個指令裡面 就可以得到我們的N跟WN 好 等一下就可以看到我們怎麼來實作這樣的功能 然後這邊AN是指我們設計IR這個濾波器的最小結束 然後這個指令會告訴我們N是多少 然後WN是我們的截止頻率 是在-3dB的地方 好 那我們首先要建立我們的輸入信號 那這個輸入信號跟剛才在設計 之前前一個設計方式都很類似 之前上課所提到的 我們可以用同樣的程式來實作這樣的輸入信號 好 所以輸入信號得到是像這樣的信號 跟之前我們在討論FIR的時候是一樣的 接下來我們來計算我們的輸入信號頻譜 一樣可以用FFT來實作 可以得到我們的輸入信號頻譜是這樣子 分別有200Hz 300Hz 以及500Hz的頻率信號 接下來我們要來設計 Butterworth的IR濾波器 那首先我們必須知道說 我們剛才規格規定的WP跟WS 分別是250跟500 在MateLab裡面分別我們要對這些頻率做正規化 對NICRES頻率做正規化 所以NICRES頻率是FS除以2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WP跟WS 分別是250除上FS除以2 以及500除上FS除以2 這樣的值 那RP跟RX分別是-3與-50 接下來我們主要用這個指令 BUTTORD這個指令 來設計我們的Butterworth 濾波器的規格 它主要從這個規格 是從剛才的一些規格的參數輸入 輸出得到一個ORDER 就是它的最小結束 以及結值頻率WN 然後接下來把得到的這個ORDER跟WN 再用下面的指令 下面指令是要求我們的 Butterworth這樣的一個系統 韓式的0點與極點 主要是把ORDER跟WN 帶到它的輸入的引數 然後後面下一個LOW 代表是低通的濾波器 然後輸出得到ZPK Z分別是代表0點、極點跟K K代表是我們等一下會講到它的 是它的這個GAME 是它的前面一個Constant的GAME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指令 當你帶進去的時候 你會得到剛才系統的0點跟極點 那寫成H function 寫成Z轉換的這個H of Z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寫成這樣的式子表示 那其中K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前面的Constant的部分 Z就代表分子所有的根 就是我們講的0點 那P就代表分母的根就是極點 好 然後把剛才的程式 算出來結果會得到K 0.4246 其他的Z會得到正負1 那P會得到下面這個分母的根 所以我們寫的數學式子就是這個式子 好 那接下來我們繼續來看 我們的指令部分 這邊接下來下ZP2 SOS ZPK 它的意思是說 我們在使用Bath Wars系統的時候 如果你用這個ZP2 SOS的時候 它是用一個許多的二階系統 來組成我們剛才求的那些0點跟極點 也就是說我們之前 數位系統實現的時候我們有提到 我們可以實現系統可以用 許多二階的系統 串接起來得到我們整個系統 所以這指令也就是說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用許多二階系統 串成我們要的系統 最後的轉換方程式 所以得到SOS 基本上就會得到一個矩陣 那進入這邊輸出 不能有兩個輸出因素 例如說SOS 0.G 好 我們來看一下SOS 所謂串接式的二階 IR 濾波器 就像這樣的式子一樣 我們剛才得到 是把許多二階的結果串起來 就得到這式子 每個都是二階 然後所以SOS就是得到一個矩陣 然後這個每個矩陣 每一個列 例如第一列就代表第一個二階 第二列代表第二階 然後每一列裡面 前面會有B的係數 就代表分子部分 後面代表從1開始 1在A12A22代表分母的係數 最後到DL個二階 所以SOS代表是這個意思 那假設我們程式會得到SOS 是這樣子 因為它只是用一個二階來表示的話 它就是一個列的Vector 所以我們看成是一個 直接架構列種形式來看的話 它的圖形就像這樣子 把上面係數 SOS的係數 用一個直接架構 如果來畫的話就像這樣子一樣 好 那接下來我們 得到了我們 SOS之後 我們要用這指令 SOS2 TF 就是把剛才SOS的矩陣 轉成系統的 function 轉換函式 得到B跟A B跟A代表系統轉換函式的 分子跟分母的部分 最後再用之前提過的 FREQZ 那B是代表分子係數 A是代表分母 然後FS除以2代表頻補輸出的長度 結果畫出來 BATHWALLS的頻補就像這樣子一樣 那接下來我們來計算 綠波後的信號的輸出 這邊是之前在講FIR的時候都提過了 好 然後得到的輸出訊號 會得到這樣子 好 所以輸出訊號會比之前輸出訊號 好 比較小 因為有些訊號被濾掉 然後再來計算它的輸出的頻譜 得到這樣子 好 一樣 有些訊號沒有被濾掉 好 300Hz的時候一樣沒有被濾掉 那接下來我們來調整 BATHWALLS的W S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原本WS是調300 跟RS是-50dB 好 原本是 我們這邊做個修改 把WS 調成300 RS調成-50 所以得到order數是19 好 也做事目的是說我們希望濾掉 300Hz部分的信號 好 原本WS是500Hz嘛 好 所以得到order是1 那我們現在做個修改 把WS調成300Hz 好 得到係數重新再跑一次 結果發現到可以從圖形看到頻譜 左邊那個WS的300的時候 基本上它在300Hz的時候 基本上可以它的響應比較小 好 所以預期它可以濾掉300Hz的訊號 所以濾完之後我們可以得到 欸 它就是可以把 把它放大之後看到 它就可以明顯的把不要的訊號濾掉 得到我們比較200Hz的訊號左右 好 好 那修改修改後的濾波器的信號頻譜 就是可以把300Hz濾掉 只剩下200Hz 好 這信號的頻譜 頻率的輸出 各位同學 在這個部分當中 我們介紹了 如何用MateLab來實作 IAR濾波器 然後我們主要是用BugWolf的方式來實作 然後我們也提到了許多指令 如何教各位同學 如何用許多串接的 二接的系統 來湊成我們IAR濾波器 好 最後我們發現到說 當我們的WS 做一個修正的時候 我們可以得到比較好的結果 也就是可以把300Hz的信號 給濾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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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